妳現在也在教人唱歌 對 我教很久了 我教了30年 30年 又是30年 其實練唱基本功很多 那主要就是呼吸 其實氣息滋生那個聲音 所以其實吸氣很重要 就是唱歌是用複式呼吸法的 所謂丹田呼吸 還有妳的腔體要對 腔體就是我們的口腔 我們張開來 比如說妳的這個下巴要放下來 口腔才夠大 才足以讓聲音發出很響亮的共鳴 然後把氣頂到上耳去 就是推到上耳去 比如說 呼 這是狗肺法的一種發聲練習 好渾厚的聲音喔 就是妳輕輕 其實有時候短音長音 吸氣的量不一樣 短音的時候就輕輕吸一口氣 然後就也是用複式的力量 用橫隔膜的力量就是 呼 把聲音往上頂 很多人不會唱高音 呼 對 很棒很棒啊 呼 有接近嗎 呼 然後往高音下 我們的聲音就會往上共鳴 呼 人家往前了 對 這慢慢練 因為其實不是兩三下就會了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在家裡練習 可以練習 就有進步 對 我還是很想問 這個大小撲合後來有沒有和好 聽說妳在辦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大百合有來過 我演唱會的時候 就很多旁邊的聲音就來 說妳一定要邀請大百合來 妳一定要邀請他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好啊 因為那個我開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第二場的時候了 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大家心裡的那種疙瘩 大家也放下比較多了 所以我就說好啊 那我就邀請他來 所以在我第二場演唱會 記者會他就來到現場這樣子 那來的時候情況怎麼樣 大家就起哄要我們唱歌 我們就唱啊 就一唱兩個人就淚眼汪汪 聽說是合唱到痛哭 對 因為唱了一首歌叫 守著陽光守著妳 那首歌其實也是帶領著 我們進入歌坦的一首歌 嗯 真的 這好像親人一般之間的感情 有時候看不順 有時候覺得有很多的摩擦 但心底深處都覺得 沒有妳我也沒有今天 兩個是一起的 妳們還是一個團體 一起出道 一起守到今天 哇 妳們還可以複合 我們跟前夫都沒有辦法 我們跟前夫都沒有辦法 就不行了 怎麼趕快呢 我們兩個緣分真的很深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 在我們兩個還不認識之前 還沒出生之前就認識了 真的喔 對 就是等到我們合作很久以後 才有人告訴我們兩個說 妳知道那個小百合的爸爸是誰嗎 就跟大百合的爸爸問 然後他爸說不知道 他說就是以前 我們那個部隊的州醫官的 州醫官這樣子 然後我媽媽在教他們講日文 所以都互相認識 這個緣分真的很深耶 就是他們其實很早 還沒生我們就認識 真的 所以那天抱在意 痛苦的時候妳在想什麼 就很感嘆啦 就大家這麼難得 然後就是人生總是這樣子嘛 分分合合嘛 所以就覺得有點感嘆 就是說怎麼會這樣子這樣子 雖然分分合合 但是人生有幾個三十年 真的 可是那一抱痛哭之後 真的都化開了嘛 那其實我跟他的交情 還是沒有變啦 就是說可是在事業上來講 就是有點沒有辦法再合作了 就是因為已經各自 兩人就是不一樣 對 已經各自走 各自的路了 雖然說後來他有 好幾次的那個邀約 就是經常會有人邀約 我們兩個一起演出嘛 那我都暫時把他停 就是不要接 結果他都跟我經紀人聯絡 然後一次兩次三次 經紀人就跟他說 他不接他不接這樣 後來有一次他生氣了 他就說你告訴他 不要跟錢過不去 然後我們經紀人就回家說 沒有啦他沒有跟錢過不去 因為他是跟你過不去 對啊 真的 這位經紀人真的太誇張了 再賭一刀 我聽了也是覺得 哎呀怎麼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他一直還是 蠻放不下我的這樣子 一定的啊 對啊那所以才兩個人 在那麼多人的面前 那是真情流露啦 對 所以我覺得雖然現在是 兩個人各自爬山 是 但是這個感情 我覺得欣欣相惜啦 對 那個愛是很深很深的 對其實他就像家人一樣嘛 因為我們等於是 算是從小一起長大吧 對不對 雖然說我們那個是 那時候都已經出社會了 可是兩代世交啊 對 就很覺得緣分好奇妙這樣 大小百合 不同樣的兩朵花 對 兩個人現在各自發生 彼此祝福啦